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人生旅途 踏上救恩的路 实在是信不到 有这份爱在我心 总是风吹月灯 但不会缺步是救主 谁填我的祷告 令我重新得力 学习做主信徒 说我原来是美好 让我懂得爱惜 在身边的家人父母 每次当我走准失忆 也总会耿我孤母 抛弃我走每一步 以爱心宣告 如获自保 艳难以针会迷逗 上这刻 捧出信心 讨告 期望有朝一日 愿望实践得到 期盼着奇妙救恩 总有一色海浪灯 在身边的家人父母 有些路及地规定的城市 就好来因为你只是对我的方便 在我们 fallsى更多人街上的路 在三面目的国家的路上 没关系的路上 我们要广东是否应该照顺度 在一堂层地团地团地团体 我们到处理业的路上 他们在早点子居散角 就起了天頭 汤每一顶呆 这次菜宣卡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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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佳音在线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的节奏 是不是轻快地想让人跳舞呢 就像MV中的镜头一样 父母对我们的爱就像阳光 时刻让我们沐浴期间 倍感温暖 香港女歌手显心仪 Vera的这首《诚心所愿》 真是唱出了对父母深厚的爱 从MV中的故事我们看到 女儿心里面是带着信心和盼望 为父亲在横切祷告 并不因为父亲的拒绝而气馁 反而在生活上和情感上 无微不至地去照顾体谅 因他生命中有主爱的引领 时时刻刻在表达着 对父亲的真心关怀 让父亲因此体会到了 神在人生命当中的美好 终于使父亲的态度 从反对转变为接受救恩 美丽的康乃欣终究会败落枯萎 礼物有一天也会变得无用 然而神的爱却永远不变 永不过时 如歌声当中所唱到的 有许多东西已经得到 许多理想已经找到 始终有一个心愿 盼望这天跟你同目救恩 能在永生内团圆 这歌声当中传递出的 就是今天佳音在线 带给您的信息 圣经《使徒行传》中说到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只要你诚心所愿地 为家人的生命祷告 不灰心不气馁 有信心有盼望 神的祝福一定会临到 你最亲爱的家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些了 下期我们再见 再见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